不要客氣 又散了去就由我們的歷史學家來駐守 來 蔡廷的開始聽到沒過言 有對一部分沒有給他了解 可以再跟他分享 大家好 我會發問一下教授 從藤田祖的那個委託案 跟我們的宏都的BOT案 剛剛有說到不同的差異 想這個部分請教授再說明清楚 謝謝 我想不同的時空會有不同的一個經過跟結果 那麼藤田祖其實他是有意要 而且企圖心很強 他真的是要開發阿里山 那這個開發的過程 第一個他要鋪鐵路 這個要花的錢很多 第二個在商延商 他一定要覺得他算一算 他未來取得的木材可以cover他所花下去的成本 那麼因此在這個時空狀況之下 第一個他會重新調查 蓄積量 可是他調查出來的蓄積量呢 跟當時總督府的調查的結果有落差 第二點 總督府希望藉由藤田祖的開發 早點獲取阿里山的資源 因此他跑80年的輪發期 縮短為40年 那因此縮短40年的時候 預估在1950年左右 阿里山的森林就砍伐待機 所以他比較過切需要的就是 他能夠掌握更多的塊木的砍伐面積 他才能夠揮本 所以他我剛剛講過 他就把眼光就放 除了阿里山之外放遠點 放到棲蘭山 但是總督府不給 不給的狀況之下 他覺得平屋 我已經投資這麼多 但是你又不給我大量的砍伐 那我划不來 與其這樣我就乾脆認賠殺出 所以他就放棄了 那我們最近這幾年 我想各位就比較清楚 不再多陳述 當然就是財團的開發 那麼跟阿里山現在的一個執行的層面 阿里山 我們的阿里山林場 包括森林底露 你用什麼角度來看待他 如果你今天是用文化資產保存的角度 我想政府花再多錢都需要保護他 你不能算說 我這條鐵路營運可不可以賺多少錢 但是如果是你只是單純把它當成一個交通工具 只是上山的一個交通工具 OK 這個時候的感覺是完全不一樣 這個時候你是用收入跟支出 你來來看能不能達成平衡 那所以想當然的 官方跟民間的想法是不一樣的 加上民間現在的民智高漲 他可能有很多部分他是要佔政府的偏要 比如說我土地貪了 政府你要不出錢 可是我當時是把整個現況交給你 你應該要負責維護 像這種兩者的看法不一樣 當然會產生的關係就不一樣 這個也是跟類似騰天竺 他跟總督府的看法不一樣 總督府是希望他有一個目標的 但是商人他就是我在商言上 我是要賺錢 不賺錢我就不玩 大概我看得出來的兩個差別是在這個地方 謝謝 謝謝 就是阿里山鐵路這一段歷史 也請教授跟我們說明 謝謝 台拓他全名叫台灣拓職諸式會社 他是一個官民合影的一個會社 也就是半官方 那為什麼需要這個台拓的出面 因為當時因應太平洋戰爭 日本人他希望用包操的方式 一方面從大概中國大陸的東北 另外一隻爪子從台灣、福建、東南亞這個地方包操 他希望把中國大陸給掐住 所以他一些官方的資源他就精簡 那麼像伐木這一部分就交給 不只是伐木 台拓經營的事業是琳瑯滿目 你想到的都是台拓 如果以林業的部分 當時的阿里山、太平山跟八仙山 全部都是台拓 那台拓成立一個林業部 林業部下面分成阿里山出張所 太平山出張所跟八仙山出張所 所以你仔細看 台拓經營的那段時間火車頭的那個編號 上面會有一個台 有一個字台 那就是台拓期間的一個火車頭 大概這樣寫是 就是他是等於說政府的人事金錢 那麼就給辦官方來去做 那台拓他會因應戰爭的需要 你不管是陸軍部、海軍部需要木材 他就委託 他就砍 那一方面知道台拓很機密 到現在為止一直找不到台拓 到底砍了多少木材 這個是比較費人心思的部分 當然我們預估是濫法的一個高章期 應該是這樣 其實現在有多久 怎麼樣 就是台拓 台拓是從1942年 也就是昭和17年開始 一直到戰爭結束1945年結束 大概前後三年 三年的時間 這是台拓在經營的 還有歷史有沒有多很久 還好 還好一點點 希望後來政府看到 跟各位報告 其實我原先也是台大森林系理的 那因為我跟金教授不一樣 他是做生態 我是做什麼 伐木的 因為台大森林系分四個組 我是林產組 就是怎麼利用木材 為什麼我會到歷史系來服務 因為我做的是木材保存 古蹟保存 我的博士論文是古蹟保存 後來因為我們學校的歷史系 成立的時候希望有一部分是做古蹟保存 所以我就誤入叢林的小白兔 就跑到歷史系 進來我本來是要做古蹟保存這方面的研究 可是發現林業這個歷史太有趣了 所以我現在除了做古蹟保存 另外一方面做林業史的研究 所以我目前就是把台灣的三大林場 八仙山、太平山跟我們的阿里山 我先初步的 我的學生做生態 我都給他們這些東西 然後配合長期搜集 我希望把台灣的近代的一個林業史 做一個總神林 那阿里山當然是我關注的一部分 大概這兩年投入比較多的興趣 所以李永克就會跟大家分享 所以我其實不是歷史學家 堂子上 但是因為我林業練習 加上現在的歷史系譜 所以我必須 或許比林業界的人 在歷史方面會多貫照一點 剛好兩者是互相配合 所以我是覺得蠻有趣的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什麼要分享 其實台灣的爛肯 台灣的朝日爛肯 民國五十年 民國五十年之前 就很爛肯了 我都後勤 因為 爛肯之後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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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不是看到很多那種大雙頭就是殘彩整理 可是殘彩整理有一個很麻煩的事情 這些檜木它如果放在野外 它一、兩百年不大會腐爛 所以它其實砍了之後 它對水土保持還是具備有那個功能 可是你一旦殘彩整理 整個樹頭拿起來 很抱歉 水土保持就完蛋了 那除了殘彩整理之外 另外一個就是往南紫仙溪的方向前進 所以就往那個地方砍過去了 所以阿里山事業一直到民國63年就完全停止 包括殘彩整理 包括南紫仙溪的開發 到這個地方就大概結束了 那我們的嘉義寺呢 嘉義寺是靠這個木材起家的 我想各位都是在地的鄉親 應該很清楚 那麼火車坐到這個地方就聞到檜木香味 羅東也一樣 羅東那個 羅東領館處 火車從那邊經過就提到檜木香味 這個是地方的一個特色 那阿里山透過正寧鐵路把木材運下來 也造就了我們嘉義寺的一個新銷 嘉義寺當時那個電是台灣數一數二的 電力啊 我們嘉義的物價在當時是高的 因為很多都是從大台南的部分移過來 那我們的人口進步也非常快 其實我們嘉義寺可以升級啊 而且設那個市啊 林業的貢獻是相當大 因為造就了從業人口 那磁吸教育就把它吸在我們這個 現在的林申 西路那是東路 林申東路 文化路這個區塊都是 那日本的大的那個商號很多 台灣人也有 那日本人是大牌 拿的是大牌 他們可以去包那個很大的木材 那台灣人一般都拿到小牌 這是嘉義的一個木材文化 大概講一下 因為我實在是要講下去太多太多 不過就我所知道的先這樣報導 知道還有哪些朋友要分享 來 都有了 這是後面 阿不然都靠近了 我們先問看看好了 好不好 來 教授 既然你對林業很有興趣 非常清楚 因為我之前聽過一個說法 就是說我們阿里山的那個檜木 是扁駁的南界 然後紅塊的北界 是不是有這樣的講法 再拍一面 再說幾次 你有先看嗎 等一下請問教授的 阿里山林場是台灣最出名的 但是在那個八仙山跟像八仙山還有羅東的 他們是用絕田式的鎖造在運材 後來的就是他們的運量比阿里山還要大 可是 運藏量最大應該是阿里山 為什麼因為他們的那種方式不同的運材 就是他們的運量會比我們大這樣子 好 我想先回答第一個問題 就是你剛剛問 紅塊 北界 沒錯 一般 藍邊是紅塊 北邊是扁鎖 一般是這樣分 但是也不是百分之百 但是以大的那個優勢的樹種來講 阿里山的確是一個分野 那麼阿里山以南大部分是紅塊 因為紅塊它需要比較多的陽光 那扁鎖它比較位於那個比較山路的部分 陽光照不到山谷的比較潮濕的地方 那兩者其實生長速度 扁鎖會比較慢一點 我們講的蜆鎖其實就是蝙蝠 美麗鎖才是紅塊 但是因為兩者的生態 木材都幾乎很相像 所以我們民間都乾脆叫它蜆鎖 叫它蜆蝠 那其實我要另外介紹一下就是 全世界現在所剩的檜木嚴格來講剩六個種 分佈在太平洋的兩岸 日本有兩種 就是花博跟日本蝙蝠 台灣呢 我們就是有紅塊跟台灣蝙蝠 美國 北美的地方有側鎖 還有羅森蝙蝠 就六個種 那另外一種是在大西洋那邊叫做另外一種 利用那一種蝙蝠 但是一般來講 就是我們分裂學上 國科裡面的蝙蝠屬 KMACY Paris 這個屬的只有六個種 所以為什麼它在生態上的地位那麼的特殊 加上它的材質是非常好 所以才有這樣的 那現在我們可以在坊間聽到什麼 什麼月塊 其實那個不是蝙蝠屬的 它是伯木屬的 其實深圳的學品叫福建伯 所以你到那個檜木桶店 他跟你講就是月塊 其實就是福建伯 那不是真正的檜木 那很多房間都是會有這樣的一個 反正攀上快木就是增加高漲 會有這樣的 那另外第二個問題就是 其實阿里山的蓄積量並不是最高 那為什麼阿里山 因為阿里山是最少開發 那所以當時阿里山的開發 日本台灣總督府經過 第26屆的帝國議會的同意 可以開始觀營阿里山 那麼當時總督府就發了一個次令 106號 那麼公佈了阿里山作業所的官司 這個官司一設立之後 它的位階很高 它是總督府跟資產局的位階是一樣的 等於說總督直接去管轄的 那這個成立之後 因為阿里山的運作這種模式 那個總督府覺得可以應用到太平山跟八仙山 所以漫漫就開始開發了所謂的八仙山跟太平山 但是如果開發了太平山跟八仙山 你不能用阿里山這個作業所的官司 但是如果又設了一個八仙山作業所 又設了一個太平山作業 麻煩 所以因此當時就改字為叫營林局 營林局下面設三個 嘉義出張所 太平山出張所跟八仙山出張所 至於說那個運財的那個方式 因為時間的改變它有比較合適的 因為每個山區還是不大一樣 所以會有這樣的一個 但是基本上就是鐵道運財 因為像羅東它有一部分 最早期還可以用管流法 管流法 那八仙山因為它那個大峽溪 有一部分可以用 但是後來它也是用三地鐵路的方式 所以三個地方其實都有所謂的鐵路的運輸 像下個禮拜吧 台北義大他們的那個博物館所 有兩篇論文要我去審 他們分別就阿里山跟太平山的森林鐵路 要把它營造成文化景觀的一個碩潤 我下個禮拜還是要去審 那這個可見國人現在慢慢的就是 從阿里山 像我們阿里山第一產業就是熔林漁木 慢慢進步到第二產業 砍下來怎麼去利用制裁 現在都已經慢慢轉型到第三產業 就是工藝功能 或是文化傳承觀光這個部分 但是最深層的考慮還是人到底在跟環境之間 人是要扮演什麼角色 我是覺得應該要好好思考 可是如果說你人完全不利用認識緣 我覺得還是不大可能 只是說你利用要合理化 我完全不看那些森林其實 你用什麼取代這些森林溫 比如說我們的出生就是要坐在搖籃裡面 然後長大要寫字要用紙 連死掉都是六塊板子拼一拼 你有什麼東西可以取代 只不過就是說這個取代跟使用 你應該要合理化 你不要是濫法濫肯 需求無度 但是對 我基本上的看法是這樣